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没办法不要卖肉 因为这是我家族生意 我的家里都靠这一门生意来维持生计的 那怎么办 活法有很多方法来帮助你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李七千 有一位先生他打电话给我的师傅 戴胡师傅 他是在中巴鲁的巴刹那里卖猪肉的 师傅就说您说你是看季谦师傅的影片来的 难道你不知道不应该卖肉吗 这位先生竟然跟我的师傅说 我没有看到季谦师傅的影片里面有这么说 师傅就讲没有 我很确定他绝对有 放下了电话之后师傅就打电话给我 就问我这么重要的讯息 难道你没有告诉你的观众吗 不要卖肉来维持生计 我说有阿师傅 我有140多支影片加直播 我绝对有这么讲 今天我特别再来讲一下这个课题 如果你的生意 如果你的职业是卖肉的话 那请问这样子是OK的吗 就算这一个肉不是你亲自杀的那个动物 那是否还算是杀生 我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帮一个顾客看他的发字 他一个人从中国去到新西兰那里工作 他在那里工作了八年 迟迟都一直拿不到他想要的那个绿卡 在这个时候他就在想 是不是不适合留在新西兰 是否应该去到澳洲那里工作会比较好 幸好他及时能够预约到我的八字咨询 我说没有哦 你的八字非常适合留在新西兰发展的 为什么他会拿不到他的那个绿卡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一位顾客 他是从事做厨师行业的 他几乎每天都需要杀生 这个请听好了各位观众 如果你也是从事杀生业 又或者你是卖吃的 无论是你亲自杀也好 别人帮你杀也好 一概通通都是在做杀生业 我就跟他讲 我希望你能够每一个星期去报名超度 我的个门上是他很慈悲 每个礼拜都在美国西雅图彩虹雷杖寺那边 每个星期天美国时间下午都会举行那个超度护摩大法会 大家都可以欢迎去报名超度 gbs-rainbow.org 写你自己的名字 XXX所杀害的处理 地址就写你在哪一间餐馆工作 如果公司餐馆是你的 写你的餐馆的名字 摊位的名字 所杀害的处理 地址就是你做生意的那个地址 回向文那边就写 回向给冤孽化解 往生净土 这一个非常重要 我也叫他念地藏经回向 地藏经不需要一次过念完整部 因为它有分上卷中卷跟下卷 你只是念上卷然后回向 下一次再念中卷回向 再来念下卷回向也是OK的 终于在这样子做了之后 去年10月他就发了一个电邮给我 得到我的指点过后 他终于得到那个绿卡了 当然我还有教他一些八字上的东西怎么去做 在佛法超度那一方面 他是用了我教他的这些方法 回向给他所杀害的处理 他用了8年的时间得不到的那个绿卡 在那几个月内他终于成功拿到居留在新西兰的那个居民证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没办法不要卖肉 因为这是我家族生意 我的家里都靠这一门生意来维持生计的那怎么办 国法有很多方法来帮助你 除了暴民超度以外 我希望你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工作的岗位上 每一次都要养成念往生奏的习惯 或许你觉得往生奏很长 你就选择念往生短奏 打个比方在厨房里面没有顾客来的时候 可以多念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用这四句往生短奏来代替 有空没空都在那里学念 可以念出来 可以心中默念都OK 我的根本上师圣村连生活佛 有一次他曾经帮一个人问世 这个人他命中是注定发击的方法竟然要卖肉丸 我的根本上师是如此这样子教他的 就是一定要念这个往生短奏 这位先生一边念往生短奏 一边在那边搓肉丸 一直念一直念 直到有一天 他居然看到阿弥陀佛先生来告诉他 他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圆满 能够在人间孩子都会是得到很好的高学历的成就 他将来也能够往生净土 最好的话就是不要去卖众生肉的生意 因为没有一个众生愿意被宰杀 然后被放在那个摊位那里这样子卖出来 无论你卖的是猪肉啊牛肉啊 你去报名处灵的超度给他们 同样的道理 这些餐馆的生意越好的时候 你赚的就是他们杀众生的钱 既然你有这个财富 你为什么不愿意布施给这些受苦受难的处灵 怎么可以只是顾着赚你的钱 而丝毫不愿意回归给他们 我们去报名超度这些处灵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跟他广结上缘 能够结下更深的一个佛缘 将来必定也会贵人多住 只因为你有一面的慈悲 去帮助这些众生 这些处灵如果轮回跟你在同意识 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必定会很喜欢你 他也会因为你在这一世 有机会亲吻到佛法 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出自于慈悲 帮助他报名超度 让这个处灵可以跟佛教结了一个很深很深的缘分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觉得 我赚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人 他死是他的事 关我什么事 千万不要这样子 看到很多做沙僧业 有很多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的孩子体落多病 又或者甚至有专注力的问题 还有家里会有很多人都是有健康的问题 这个就是卖肉的其中一个因果 我鼓励大家可以转行 尽量转行 千万不要去卖众生肉的这种生意 杀生醉可大可小 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千万不要得过且过 你这样子卖赚来的钱 将来都必须得赔回去的 希望大家能够大发慈悲 有一个观众跟我讲 师傅我是吃素的 不过做工的地方 我是卖肉的 是我老板卖啊 我只是去帮忙啊 我说不 你是供饭 宁可呢 你是吃荤的 但是你去卖素的 因为如果你去吃荤 一天可以吃多少 毕竟有限 但是如果你是卖肉的 你一天可以卖多少只 那个可能是无法计量的一个树木了 如果你有学那个长的碗生奏 每天起码都可以念七遍或二十一遍 回向给那些处灵 这些都能够帮助你们化解冤青 你的孩子会比较好教 你的身上的毛病不会这么多 你的婚姻会比较和谐 还有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很多杀生液的地方 放七宝连持杀在你的头顶非常重要 这个可以撒进结界 蘑菇青 避洁护身保平安 打开比方打开哦 保大概一公分左右吧 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放在头顶上 在你的饭屑的那一部分 能够帮助你结界 也就是说会有一层的佛光 固着你的身体 让这些姿妹汪良不容易接近你 如果你从事的工作是很多杀生液的卖肉的 或者是在殡仪馆工作医院诊所 或许你所从事的工作呢 常常会接触到英灵之类的 这一些都能够帮你防身 但是我要说它固然可以帮你防身 可是如果是你故意去造的那个罪 当然它功力就会减少 世界的征服中 到场都能够买得到 在新加坡可以去福禄寿祥群 雷杖寺新加坡 29、Lauron19、Galang 以及师辰雷杖寺 Sims Avenue都能够买得到 有观众问台湾哪里可以买 可以去草屯台湾雷杖寺那里购买 还有在台北的中关堂也有售卖 高雄的大义雷杖寺都有 希望大家在还有福分 尽量不要去做杀生液 你不为你自己想 也要为你的祖先的福德 孩子后代的功德多多的做着想 如果卖肉的小贩是基督教徒怎么办 我的朋友他们的家成员真的很多病 你也可以帮他念啊 你也可以帮他超度啊 他是你的朋友 你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 小有小做大有大做 千万不要不要做 我是可以帮我老公念吗 我们全家都是靠影子念的 可以啊 他是你的老公 你做老婆 如果你不帮他念 谁来救他 一些配偶 他跟佛教的缘分比较远一点点 可是他很幸运 你可能娶到一个老婆很幸福 老公不相信 老婆竟然已经发过誓了 结婚的时候讲过 无论贫穷或富有 无论健康或疾病 我都会在你身边一生一世的 所以当然你要帮他念 你也可以帮他念 老师我们在家吃肉 我们之后怎么办 在家吃肉之前 其实也能够念往生咒 如果你会念那个完整的往生咒 阿弥陀佛的拔除一切业障 往生净土 陀罗尼 你也可以念 如果不会 你照样可以念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往生短奏 四句 很容易念 非常容易念 而且很容易记得 同样可以念七遍 回向给那个处灵 你吃的那个食物的处灵 念了七遍就说 弟子祈愿将往生短奏 回向给我餐桌上的鱼啊 鸡啊 猪啊 牛啊 羊啊 等等 祈愿他们都能够往生净土 你这样子念了才吃这些肉的话 等同你请了阿弥陀佛 放光加持这些肉 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 吃进食 反而对你身体也是有加持力 这很好的习惯 打从2006年归一到现在 我一直都有念往生咒 才吃饭喝饮料 我都有这个习惯 大家在这一世记得这一句话 冤家已解 不已结 你赚的是众生钱 一定要记得回馈给那个众生 有舍才会有得 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的福德绵绵不断 我是李季千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祝大家热吉祥热吉祥 一热六十很吉祥 Zasitele